tubing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來玩一張特別的地圖 它叫做史萊姆實驗室 這張地圖呢會有超級多彈跳的史萊姆 然後我們要用這個史萊姆球來解謎 那目前有三個難度就是 簡單,普通跟困難 但是我們一開始呢只能從簡單的開始 我們就來開始遊戲玩玩看吧 這邊的史萊姆呢 到底會怎樣彈跳,我很期待 來吧來吧 它這個門會...將... 很酷耶,這電捲門耶 噔啊,得到球了 超級史萊姆 這是一個會彈跳的史萊姆 我們必須把它擊中這個藍藍的板子 然後上面有一個電線有沒有 它會通電,然後門就開了 太神奇了,太下題了吧 那旁邊還有一個功能,就是reset 好,可以重新開始關卡 然後還有回到大廳 好,有這樣的功能 再來,這個被擋住了 喔,這我們要利用彈跳的把它彈上去耶 我們這樣子彈的進去嗎 喔,彈! 喔,有了,喔 好酷喔,它為什麼可以這樣彈啊 欸,帥耶,有什麼東西可以這樣彈 它那個本質上其實是雪球 它不是史萊姆說 但它可以這樣彈跳耶 超帥 OK,我們得到一個on-do 就可以回到上一步 感覺很厲害,可以回到上一步 這邊我們要,喔,要丟到那裡 這要丟哪裡 三角彈跳 短短 欸,中了 欸,其實是不是隨便丟都會中 感覺裡面彈一彈去就會中 然後門到這邊,好,就開了 再來呢 丟上面 丟上面 欸,這是什麼 喔,喔 中珍珠耶 史萊姆傳送珍珠 那我就丟這裡吧 欸,彈出去了 終於 欸,找到自己 等一下,找到自己還有成就 被自己砸到 喔,好棒啊 好,我們先on-do OK,喔,這好方便喔 好,我們再丟一次 這個我們應該丟下面一點 欸 喔,我應該丟天花板才對 我應該丟比較天花板一點 有了吧 有了,有了 然後再用終界珍珠傳進去 喔,欸 珍珠也是會彈的耶 它會彈到下一步才可以傳送 OK,所以珍珠也要 哇,這個太方便了 這 有了,OK 靠近一點我們彈力會比較高 過關 再來呢 好,這要傳送 看起來是要傳送上去嗎 欸,不對,我要傳送上去丟 丟東西 我先傳上來 OK,哇,酷 然後要丟球進去 應該隨便丟 都可以進去吧 有嗎 欸,有有有有,敲到 OK,過關 呵,欸這好有趣喔 這個真是新感覺的解謎耶 兩顆球 兩顆球 稍稍丟去哪裡 喔,地板那邊有一個 這我應該丟上面吧 欸 欸 好,我們先試試看 丟下面呢 喔,丟下面就好了 選錯邊 那另外一個是要 彈去哪裡 喔,在這邊 好,我們試試看 哇,這要Undo兩次 我們直接重來 那 要先開下面的門 好,我們先開下面的 丟 有了 再來丟這裡 隨便丟吧 過去過去 欸,沒中耶 想說隨便丟應該都會中 再來 丟這裡 欸欸 進去 進去,欸中了 這個彈跳很神秘的好不好 好,這邊有一個被酸給包圍的史萊姆球 它可以 破壞方塊是不是 可以破壞這個金屬方塊 呃,我們應該先 我要從哪邊丟,這裡 好,我要先破壞這個方塊 我丟 丟 喔,很猛 這被砸到感覺很痛 沒事 好,然後再丟一顆球進去 丟 有中了吧 有了有了 我可以破壞方塊 OK,玩法越來越多囉 再來呢,一樣 我們要破壞 欸 那這個路擋住 然後這裡又要 破壞進去的樣子 好,那個板子在裡面 所以這裡要破壞進去 欸?欸? 這裡感覺 這裡也要破壞 不然我過不去欸 所以要讓它彈回來欸 讓它破壞到彈回來 這要怎麼丟 嘿 跳丟 有了,回來 我接到了 我用臉接到了 不對 我要 我要 讓它回來 欸,沒碰到 差一點 欸,有有 喔,有了有了 這樣我就可以往前了 然後接下來我就是要 史萊姆球袋丟進去 跳丟 中了吧 欸 喔有 OK 欸這其實也要跳躍欸 好,各種不同的技巧 哪來是 喔 有一個手榴彈 史萊姆手榴彈 這是要炸哪裡 好 我看看喔 不會是炸玻璃吧 丟丟看 喔,會彈 會彈 會彈 喔 所以我剛剛好讓它 欸 破了欸,有破了欸 我看一下它這樣能不能丟 嘿 有嗎 看不到 好像沒有 我覺得換個角度應該是丟的 進去的 有嗎有嗎 欸有了 中了 那個芭拉很酷欸 但是它要等它定點才會爆炸 這邊我們要丟進去 我覺得丟地上它不要彈那麼遠 喔唷彈回來了 等一下 嚇死人 彈回來了啦 欸怎麼那麼容易彈出來 我覺得我應該丟另外一邊 這樣子 沒有,彈進去 OK 穩穩的 一樣的位置 有,有 欸 欸 欸欸 球就這樣消失了 再更角,極限角度 欸有了 完美,剛剛好 極限的斜角 喔 新的東西 好這個手套呢是力量手套 我們要裝在副手 然後這樣我們下一次丟球的距離就會比較遠 然後速度比較快 試試看吧 我先看一下我們要丟哪裡啊 欸 在上面欸 要在上面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球丟進去 這裡 我們要從這裡丟進去 丟丟看 喔喔喔 喔 這要彈好多地方喔 我們再來試一次 然後速度會變快 喔有欸 喔 這個彈力會變強欸 哇 速度變快 那接下來這個我應該只要打一個就好 這樣我才有方塊可以站上去 趕快上去 OK 過了 有一個無重力軟膠 這個呢 他說可以讓我們東西會沒有重力的飛上去 就會變直線 然後丟直線 但我這個應該 先丟 這欸 哇 我要丟哪裡啊 哇 這個 入口在哪裡 看不到欸 我可能先丟這個上去 然後先打開 有了 那邊開了之後 門在 上方的樣子 也在哪裡 看不到 好我們先丟這個軟膠 軟膠我要怎麼用 放在副手嗎 水瓶 欸真的耶 欸 可是我應該是要 往上 我想辦法往上 再來一點 因為現在無重力 所以我們不要判斷它的這個拋物線 有了嗎 欸 好像高度還要再高一點 高一點 有了沒 欸 欸上來了 剛剛好 欸 中了中了中了 喔 無重力 哇 欸欸欸這什麼機關 有一個炮台 這個炮台是怎樣 啊 不小心丟進去了 炮台是要怎麼樣 這個炮台好像是 對著它丟嗎 好像不是啊 還是我應該先讓它 通電 它好像沒電 我先通電 欸另外一邊也要電 好 門這邊開的是開的 它這裡也要開 欸進去 有 然後咧 喔 喔 它會自動彈射 是不是 啊通電了才會彈射 所以那個門沒開 欸啊那個門為什麼沒開 那個門在上面 欸那我們還需要一顆球 啊不對 這一顆應該不是我要手動開的 OK我懂了 再來一次 這邊呢我們應該是開後面這兩上門喔 這兩上 然後這裡 好 這個是前面的大門 有了有了 因為我們這個彈射它會打到那個板子 然後再來就是後面還有一個 它會自動發射砲台 等它發射就可以通了 OK 那它是固定砲台 再來哇 又是砲台了 有一個盾牌耶 這個史萊姆盾牌呢 似乎可以擋住史萊姆 然後讓它彈 反彈嗎 也許是 彈跳出去吧 好 我們 我們要先通電 這裡的電 我們先把砲台通電 有了 然後用這個擋住 喔它是箭矢耶 把它彈過去 喔 它要射破玻璃嗎 欸 喔喔沒中 它要丟把蠟 它要丟把蠟 OK開了 還有一個耶 剩下的這個 上面耶 所以我要用盾牌把它彈到這個上面 是不是 射我 快射我 所以已經來不及了是不是 再來一次 揮 好 這怎麼彈上去啊 彈不到 好 好 然後先丟把蠟 然後接下來射這邊 好 丟 給把蠟 OK 然後它說會射向我看的方向 這樣子耶 彈過去 喔喔真的耶 喔好強喔 這個盾牌 這可以反彈箭矢 而且會彈到我看的方向耶 太精準了吧 再來呢 哇好多東西喔 這是 這個 大考試耶 全部一起來大考試 好 這邊我們先砸破 然後再丟 拔蠟 然後 喔喔喔喔 我們先一個一個丟丟cam 先砸破嘛 砸破 砸的有點少 然後丟拔蠟進去 我近一點丟 欸 沒彈 喔沒彈出去 好然後再來這個 電在哪裡 欸 通的那個電 欸 欸在上面耶 啊啊啊啊啊啊 我的 應該丟在上面才對 我們一開始就做錯了 好那個 丟牆壁要先丟上去 然後就開了嗎 喔要丟上去然後再反彈這裡 OK我們第一步就做錯了 來試試看 那 不知道要不要加手套 我先直直丟 欸好像不會彈回來 跳丟 欸 它怎麼會消失 喔碰到那個 那個會消失耶 碰到那個熱板 有一個會熱板子會讓它消失掉 所以我應該 加個手套嗎 我丟 欸不行 那邊直接彈回來 然後又要反彈到這裡 還是我可以 從這裡 反彈 上去 從這裡反彈上去好像比較實在 反彈上去 好高 好高 近一點 欸有了有了 反彈上去了 但是前面這個洞太小我也過不去 嘿 欸有了 一個洞 這裡有開 但是 我們這樣丟的上去嗎 哇 而且很遠 我覺得力量應該是要用在這裡 或是無重力 無重力的試試看 這裡有沒有 想辦法讓它 無重力的上去 不見了 再一次 有了嗎 欸差一點 剛剛差一點 我們這個位置再近一點 我們 我們要極限的 角度 啊我不小心重置了 我們剛剛其實可以 應該是沒問題 好再來試一次 嘿 欸上去了 ok 小小的洞 然後接下來塗上軟膠 再來極限的角度上去 欸中了 yes 再來是一個把蠟 直直丟 好 耶 過了 哇這是大集合 過關 全過了 的簡單啦 簡單模式 全過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終極的難度了 欸很有趣耶 光這個教學 就超有趣的 那後面難度 更難不曉得會多可怕 那我們今天呢 暫時先玩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呢 記得在下方按下喜歡 我們就會再繼續挑戰 終極難度 或是更高難度 感覺很可怕 那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會帶 大家掰掰 門關上啦 終極的難度 哇這上面很多管子 哇這要反彈管子 上去 然後這裡超多那個電熱板 會把史萊姆熔掉 哇 有一個芭樂 喔芭樂 芭樂 芭樂到底丟到自己會不會死 會不會死 你們又會馬上去看 今天影片會不會死